賴英立委不滿怒罵大鬧機場 事後吳思懷還以七點聲明 控訴政府搶績效 但仔細看這個聲明 似乎有問題 因為吳思懷提到航警局長 以上級指示 從便道離開 不需經過媒體為由 要求改道 他怒批政府臉上無光 在現場搶人達到績效 但事情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吳思懷的聲明 其中第六點又寫到 不張揚 不接收媒體採訪方式 低調反國 顯然和他說的第二點 自相矛盾 吳思懷還說 要避免受害者的第二次傷害 希望不要造成救人手段曝光 導致無法繼續營救 難道七十二小時火線救人 還有不能說的秘密 不止救援過程疑點重重 前員警實名警臉書貼文爆料 私人救援管道只有一個可能 那就是你跟犯罪集團有私交 而網紅也在臉書中質疑 這些恐怕都是套好招 當地黑幫說好 讓他們帶走幾個洗白民生 成為某政黨的政治籌碼 國民黨立委大陣仗營救 還加碼怒批政府 到底有沒有更深沉的幕後盤算 暗影重重 三十六安靜好常臺北的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